自從1960年,Leica出了第一支的M鏡35 1.4 事隔62年了,現在Leica又多了一個新成員 你至少是31.4 Hello 大家好,我是M&K Camera的Fanky 今次跟大家講講這個Leica 35 1.4 Leica 35 1.4自從1960年開始就出了第一支 到現在已經有第六支的版本了 要知道它的現在必須要了解它的過去 又到講故事的時間 這一支就是35 1.4 這支是第一支Leica的鏡頭 現在我們很多時候都叫它做鋼咀的 現在的價錢已經升到飛天的了 去到天花板 這支鏡頭的特色是傳開的時候 會比較有Like a Glow 即是比較軟一點的 影人的感覺比較有氣氛的 你每收一級光圈都有不同的變化 因應你自己的需要選擇不同的光圈 然後這一支就是我們叫它做P-A 因為它是P-Aspherical 即是Aspherical之前的那支 這支跟第一支的鋼咀 大家的特質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如果講影像質素 都是鋼咀會是優勝一點的 所以這支鏡的價錢性價比是很高的 好了 又另外一個天花板 這個是 Leica的Aspherical 雙飛球面鏡頭 這支雙飛現在成為一個殿堂級的鏡頭 它的特質就是立體感非常強烈 以及色彩還原高 現場感也是很強的 然後這支就僅次於雙飛的 也是最接近雙飛的味道的一支鏡頭 這支也是一個飛球面的設計 性價比也是很高的 接著再下就是第一款的FLE 這款FLE就是說那個前組的玻璃 可以有浮動的 所以我們叫它做一個浮動鏡片的鏡頭 這支鏡就是銳利鮮艷 是一個現代鏡之中的表表者 來的 講到最新這一款 在光學設計方面 大家的設計都是一樣的 不過這一支在coating 和其他結構方面做了改良 變成在使用和攝影方面 都是非常方便的 這一代和上一款最大的分別 我相信是在外觀和操作方面 大家看到外形方面 就是很大的區別 做一款的11663 是一個金屬的Hoop扭下去的 而這個就是一個Build-in-Hoop 體積方面就細小了 雖然鏡身就粗了一點 但是這個就不影響的 這個伸縮Hoop就非常方便 大家都是用46mm的filter size 還有一樣很大的優點 就是一般的M鏡 最盡只可以去到0.7 而這一支就可以去到0.4 那這個優點呢 我再跟大家講一講 在講這個細節鏡頭的優點 或者特質之前 或者大家去欣賞一下那些相片先 就知道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看過相片 在大風光那裏 整體的畫面都是很平均 亮麗一貫ASph的特質 還有很多細緻的地方是表露無遺的 在拍特寫的時候 主題很突出 那就不用說了 因為一個大光圈的設計 還有質感 色彩還原 還有現場氣氛出來 都是非常吸引的 還有就是因為它增加了 這個0.4的最近對焦距離 變成之前我們拍攝 周筆時就是拍攝食物 相機先吃的時候 相片的食物主題是太小了 而這支0.4對焦 就大大改良了這個情況 還有就是一些小動物 在相片上大家都看到一些貓 它的細緻度 一些毛髮 那些質感 眼珠 顏色 是非常漂亮的 那你拍得夠近夠大的話 就沒有浪費到這支鏡頭了 這次跟大家講講一個總結 首先就是講回燈光方面 那全部都是用現場的光線的 那沒有用反光板 又沒有用閃燈 或者LED燈的 那只是在lightroom那裡 做了一個很輕微的光暗的調整而已 那我發覺呢 拍出來的影像呢 是那個顏色很濃郁 很有質感 很實正 那還有一件事呢 是有少少老鏡的味道的 就是尤其當你晚上的時候呢 有一些光邊呢 是像老鏡那種感覺的 而其他鏡頭呢 我發覺這個情況呢 就並沒有這一支鏡頭呢 那麼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這支鏡呢 是有銳利度 又有氣氛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你說呢 哇 這麼多優點 有沒有講缺點的 其實有的 就是說呢 我就略為不太喜歡它呢 在拍 譬如說晚上啦 拍一些光源的時候呢 有些燈的時候呢 它有些紙邊 那這件事呢 我覺得是可以改善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在lightroom 輕微的調一調它 就已經搞定了了 說的是一秒鐘的時間 就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如果你說 我不會用lightroom啊 那就可能要用一支 APO35ML的鏡頭呢 去減少這個色滲的情況的啦 至於你說 哎 選上一代的11663號啊 還是選這一代的11726啊 或者是11727號呢 這樣 那就要視乎回你本身那個 喜好啦 又或者你可以 來我們的門市啦 親身去體驗一下 因為我跟你說呢 你自己感受不到呢 是兩樣東西來的 在使用方面呢 各有各的喜好的 這麽簡短的介紹呢 我相信呢 就不可以滿足到你的啦 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關於這支鏡頭的資料呢 歡迎你來到我們尖沙咀 或者是旺角的門市 親自去體驗一下啦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呢 希望你給個like我啦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